好 接着再看到花莲市公所14号上午在北冰的外环人行步道 举办了花莲市与韩国卫山广域市地结联盟姐妹40周年纪念 那么碳金号艺术的装置揭幕仪式 市长魏嘉贤表示 希望能够将保育海洋资源的理念 借由碳金号石雕作品来世代相传 同时也象征着两世永结同心 同舟共济的深厚情谊 龙龙鼓声响彻余霄为14号上午花莲市公所 在北冰外环人行步道举办的花莲市与韩国卫山广域市地结姐妹市 40周年纪念活动揭开了序幕 请接目 花莲市韩国卫山广域市地结姐妹市 40周年起来掌声加接驾 在众人合力之下 这一座以大理石雕塑而成的艺术装置 《金探号》也首度公开亮相 花莲跟卫山广域市同样都在太平洋的左岸 透过金鱼探索号 诉说着过去有相同的一个文化 在赏金文化以及相同的人文背景 希望能够保育海洋相关的资源的理念 藉由石雕来世代传承 也代表着两个市永结同心 同舟共计 今天 花莲市再度为了张玄两市友宜 金探号装置艺术揭幕 我们衷心期盼 在未来疫情结束后 让两市的互访交流 能够来重新启动 重新开展 为未来双边的关系增添新业 这是由知名插画家当肯负责设计 在由花莲在地石雕艺术家王彪及叶全贤负责制作 历经好几个月时间才完成的作品 当时觉得说 如果可以做一个雕像 可是这个雕像不只可以看 然后还可以跟它互动 那就是会觉得会更有趣 那其实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就是这个石雕是欢迎大家 就是看到它的时候就来摸摸它 或者是坐在它身上 或者是趴着或什么的 或者是大家在这边散步的时候 累了也可以坐在这边休息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市长威嘉賢表示 今年正值两市地盟40周年 虽然受疫情影响 但是花莲市公社仍然透过举办展览 韩国美食活动 来和市民分享姐妹式交流成果 更创作出代表两市意象的 纪念艺术装置 祝福彼此友谊长存 却学历群花莲市报道